三個物品就可以把它生起來了 再來就是燜藥 燜藥比較久 燜藥我們要燜兩個小時 現在在講解控藥的過程 拍藥 我們在台南的讚美酒店 那我們準備幫你們選兩個藥齁 第一 喔第二 這兩個藥 這兩個藥 喔喔喔喔喔 雙黑 對喔怎麼對 現在看到這個是火雞寶寶 火雞寶寶 火雞的寶寶 長大火雞寶寶好多隻喔 火雞寶寶 那邊有好多火雞寶寶 不能放狠的 現在呢 現在講解 等一下怎麼控藥的過程 在讚美呢 你們可以體驗控藥 真的是非常的難得 住在那麼棒的飯店 飯店就在前面旁邊而已 可是這個阿嬤菜園呢 卻是完全不同的體驗 好你看我們今天有兩個藥喔 我們今天這麼追堆人有兩個藥喔 來來囉 來囉 來囉 晚上喔 看一下 你看 這個是可以 火雞寶寶 可以可以 火雞寶寶真的 他可以摸對不對 那個都火雞寶寶可以摸對不對 可以阿 可以 我們那天 剛好他們第一天 就一下子長那麼大耶 才沒幾個禮拜 他就長那麼大了 火雞可以到 很大一下子就長超大的火雞寶寶耶 可以可以 你們可以看看 看看怎麼控搖 然後呢 現在呢 全部我們今天晚餐呢 全部都要自己動手做喔 來這邊呢 就是不要怕髒 讓小孩動手自己做 自己操作 才好玩 要有秘訣要有秘訣 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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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搭樓梯一樣 好 一起一起動手 弟弟動手 弟弟另外一個搖 兩個搖快點 好大塊大塊 開始加油加油了 拼了拼了 我們現在呢 今天有兩個搖 我們今天兩個搖 全部的晚餐就在這邊了 我們要加油加油囉 很好玩 這邊 然後我們今天介紹我們今天的晚餐 晚餐在這邊 看到沒有 晚餐在這裡 正常情況的話 我們社團呢 會有玉米 一二三四 一組的話是四根 然後蛋的話有四顆 正常情況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一條 鹹豬肉一條 然後這個玉米 有四條 然後呢 蛋 蛋有四顆 我們看一下 正常情況蛋有四顆 這樣是一組 然後地瓜 地瓜也有四顆 有四個地瓜 這樣就是地瓜 地瓜 半條地瓜 好這樣子 正常情況是這樣子 好這樣子是一組的 這樣是一組的喔 所以是 有一條 鹹豬肉 然後 土雞蛋 然後 玉米 地瓜有四個 然後呢 加購價就是這個 來 蒜頭龜 蒜頭龜的話呢 就是 加購價六百塊 六百塊 有分 有分蒜頭龜 蒜頭龜 然後這是補的 失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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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頭雞是最受歡迎的 所以你看 今天有兩個蒜頭雞 蒜頭雞 最受歡迎的 然後這個魚呢 這麼大隻 巨無霸 你看一下 還沒烤之前喔 鹽菊魚 鹽菊的五鍋魚 很大一隻 這也是加購價四百塊 喔 很大一隻巨無霸 今天晚餐就是在這邊 如果呢 絕對吃不夠 沒關係呢 還有港式飲茶喔 可以加價購 自己去吃 自由點 不過呢 記得要先預定位置 不然太晚去呢 就客滿了 或者是關門了 也吃不到啦 這是我們今天晚餐 等一下來加工了 那這個是等一下 我們會用到的 把它裹起來的土 有一些土 我們等一下把它裹起來 把它裹起來 包起來 現在呢 先把窯弄好 我們才有辦法來 放這些東西進去 等一下 還要把我們這些食物啊 用報紙啊 把它捆起來 還要加工過 才能丟到窯裡面去 但是呢 現在呢 一定要先努力 先努力 把窯堆好 把窯堆好囉 我覺得可以 可以 但是 一定要把窯堆好囉 加油加油囉 加油囉 現在每個人都 七手八腳 七手八腳 每個人都在努力一下 來貢獻一下 搖搖搖 這個要有秘訣的 要有秘訣的 然後順便換一下大顆的啦 好 這邊這一組這一組 加油加油囉 超討厭的啊 跳舞 然後這邊小兔子耶 這邊還有小兔子喔 等一下呢 在空窯中間的時候 等待時間嗎 等待時間呢 我們就會 參加農事的體驗 會幫忙大家 介紹一些植物 蔬菜 都會介紹給大家 像前面的話呢 就是火龍果園 有看到火龍果喔 他們的火龍果也是自己種 這邊都是無毒栽種 然後裡面有一些雞 再來呢 這邊呢 如果你去外面走來走去的 可能就會找到 蛋 因為他們雞是整個放羊的 到處去放蛋 然後阿公阿嬤就會去把那個蛋收回來 收回來 到處去把那個蛋撿回來 撿回來 很好玩喔 雞會放蛋的 對 就會下蛋 土雞蛋喔 很好吃的土雞蛋喔 那現在看到的這邊呢 全部都是 來來來來 火雞寶寶 火雞寶寶 這邊都是火雞的寶寶 還有一隻雞寶寶 雞寶寶上次我來的時候 他也才剛出生十天 現在擋到 我等一下看到雞寶寶在哪裡 這是火雞的寶寶 都可以跟他們互動 火雞的寶寶在這裡 就讓小朋友來接觸這個大自然這樣子 我覺得很好玩的喔 不同的體驗喔 那如果真的 覺得不喜歡那麼熱 然後不喜歡戶外的話 就是參加另外一組 就是所謂的港式飲茶組囉 港式飲茶是吹冷氣的 這邊是觀察大自然的 等一下呢 我們還有利用空檔等搖的時間呢 要打雞蛋 定把的雞蛋喔 嗨 這是火雞寶寶 雞寶跑去哪裡啦 雞寶咧 雞寶長那麼大了 我的天啊 雞寶你也長太大了吧 雞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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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把他 雞寶長大了 雞寶長大了 你們 小朋友你看這邊也是雞喔 上次我來說 他還是baby 沒想要長那麼大 雞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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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長大了雞寶 蛤 你長那麼大隻喔 怎麼那麼快 才沒多久錢而已耶 對啊 雞寶你長大了 雞寶寶 來來來 可以摸摸看 可以摸可以拍照 可以可以 可以拍照 可以摸可以可以抓 可以可以 他是可以的 你抓抓看 你可以可以摸摸看 你也可以來 都來摸摸看來沒關係 把他放到外面這邊好了 等一下 先讓他曬乾 他現在有點 他剛剛淋雨 他淋雨了 他淋雨了 要曬乾一下 他下雨天沒有把他抓進來 雞寶你淋雨了啦 他還有很多兄弟姊妹在那邊流浪在跑 嗯 對 他雞寶寶 他本來當時有這麼小隻 一下幾個禮拜就長那麼大了 我上次來到現在沒多久錢 你可以摸摸看 你摸摸看來 你摸摸看 給你摸來 沒關係 啊不要 不要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 可以這樣不用緊張不用緊張 他就這樣放著拍照也可以啊 雞寶喔 上次啊我爸爸就這樣放著 結果他就大便兩次 他現在已經可以控制 還有他因為上次就是baby嘛 沒有包尿布啊 他那時候只有3到5天而已 那時候是因為沒辦法 他還是baby沒有包尿布的baby 現在他已經可以了 現在ok了 他真的有繳環了 就是他有自己的名字啊 對 給他繳環了啦 給他一個身份了 對 他帶繳環了啦 負責給大家玩的雞 他這是我們的娛樂的娛樂的 娛樂的小朋友的娛樂的 他是人工養長大的 對 所以他跟人的話 就是像從 ok 沒關係 沒關係 你不用怕 你來看也試試看啊 小朋友可以過來看啊 等一下去抓我雞 小朋友 你們過來看 這邊也是雞寶寶來看一下 來 好啦 ok 好等一下堆完再來玩那個雞寶寶喔 跟你拍照喔 後面呢 還有很多的蛾蛾蛾 會一直蛾蛾蛾蛾 一直叫一直叫 等一下有陸續 跟大家介紹那一群蛾蛾蛾 他現在是先把它曬乾 毛先曬乾 現在雞寶你在曬乾 小朋友呢現在在堆搖 然後雞寶寶呢 就先休息一下 把毛曬乾一下 等一下再陪小朋友玩喔 雞寶 嗨 雞寶 雞寶 雞寶你現在很慘耶 雞寶 你現在把它晾乾 這隻算是寵物雞啊 因為都是人工養長大 跟著人的寵物雞 寵物雞 雞寶 他長好大了 他現在還有那個環你看 他還戴那個環啊 他還戴那個環啊 嘿嘿嘿 雞寶你長大了耶 所以來這邊呢 就是讓小朋友在這邊 大自然裡面學習 如何做自己的晚餐 現在正在控搖 還在努力當中 來看一下狀況如何 哇還在努力 還在堆還在堆 等一下呢 會律序跟大家做介紹 現在正在控搖 控搖在建那個搖當中 堆搖當中 現在在堆那個搖 要有技巧 不然就功虧一虧喔 如果倒了就要重來囉 沒有囉 就真的沒辦法囉 等一下倒了也是要重來的喔 OK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跟大家做 下一個階段的介紹囉 先休息一下囉 先休息一下